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刺獸 最主要你會看到 我們會通過四個針布 可以用來做到這個讀案 這個鳥仔刺獸看上去不僅漂亮 還別具意義 讓舊衣物重添新意 成為獨一無二的作品 好玩,可以學到東西 留下我的衣服 學到不同的針布 我會盡量設計一些我喜歡的東西 然後穿上街 製衣業訓練局創養中心 舉行刺繡等工作方 推廣可持續服裝概念 並開辦有關使用3D服裝設計軟件 量財紙樣等技術課程 梁楚恩是常客之一 他是藝術創作人 擅長製作布料 應用在長衣等範疇 他並不是時裝設計專業 認為工作方所學 對專業發展極有幫助 一天內你可以通 你以前想不通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的本書和看影片 我是想不通怎樣奢法 但真人表演 老師表演給我們看 我就會明白 這個技術 我想沒有見過人 是在長衣裏上的 我就想拿出這個挑戰 看看有甚麼可以走出來 它上面是完全一平長衣裏 但下面是可以很寬鬆的 尺寸也可以大一點 不一定很適合 但也可以做得很漂亮 有時代感 然後再起上來 都可以很活潑 自2019年以來 中芯舉辦最少36個工作方 為大約400名設計師 或者有興趣人士 提供服裝知識 我們主要是教他一些技術 提供設計師 可以知道 原來我們可以做到這些 可以改善他們的創意 亦是令他們知道 他們的設計是否能做到的 除了教學 中芯還是一個小型工場 專門協助香港設計師 製作服裝樣品 其實做版 就好像買樓 看示範單位一樣 如果你的示範單位不漂亮 根本就不會有人買樓 同一時間做衣服也是一樣 我們的版本就是 用來決定 究竟買人會不會買我們的衣服 是一個很重要的抵抗 香港的師傅其實是很快美麗 因為他們懂得多 看得多 加上香港真的 每一秒都是賺錢的 所以他們會提供一些方法 給你又快又見效 而且那件事是符合你的要求 姐姐 因為她始終做衣服多過我車衣 所以很多時候 就會提供一些好一點的意見 這裡始終是有政府支持 所以姐姐做起來壓力沒有那麼大 這樣是很重要的 因為她可以容許有些時間去跟你試 中心接受創意香港贊助 過去兩年協助最少50個本地設計師製作樣品 期望繼續善用優勢 協助年輕設計師開拓市場 包括人口在香港大約10倍的粵港澳大灣區 如果有需要做特別的課程 是關於生產的培訓 不同的服裝的知識 這裡可以幫助 現在有很完善的設施 在香港 除了幫那些年輕人做一個初版 樣版之外 小批兩位要幫他們做 令到他們嘗試到 他們的產品是否真的賣到 或者迎合到大灣區的市場 如果我們可以繼續打響香港製造的品牌 代表好的品質 代表一些獨特的產品 我覺得這些是很好的賣點 發展空間很大 等待會兒 有機會 有機會